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盘棋是洪清拳的黑棋 洪清拳当时在韩国业余有四大天王之城 实力非常的强 而福利正是福利首次世界业余锦标赛之旅 应该说福利的棋是比较注重实地 然后关子功夫俱佳 它棋并不是属于那种完全的乱纱形 而是比较均衡细腻 拖 然后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看到黑棋只要走幕外的话 一般总有些布局的构思 然后我们看看这盘棋黑棋的构思在哪里 走 定 定了班 如果往这走的话 就算走一个简单的定式 就比如说挂一个 拆一个 其实由于下边白棋这个是铁头 下边的架子已经变小了 而黑棋这个幕外的位置并不怎么样 如果放在这里就要好多了 比如说白棋将来挂进来 黑棋就可以简单压缩 而放在这里的位置就有些尴尬 就把子强调在下边架子不大的地方 显然如果这样的一个构思的话 显然是不成功的 所以各位棋头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在布局阶段 一定要多注意子和子之间的联系 一定是会有很多的连贯性和逻辑性 实际黑棋顶 班 实际富丽是下来这部比较简单的沾 这一方面也可以体现他比较 喜欢实地的一个棋风吧 另外我们也看他也是追求简明 如果白棋长的话 黑棋会走囊 黑棋路沃在当时大雪崩还是非常流行的 我们先看一下大雪崩 最简单的大雪崩会形成怎么样的一个结果 这盘棋是在2002年下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定式在当时是非常的流行 如果下成这样一个定式的话 我们可以判断 来判断一下 黑棋这个木外的位置好不好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木外的位置也一般 这个定式按照现在当时是觉得两分 按现在可能用阿法狗的一个角度来判断 他肯定是觉得白棋好 因为白棋这个发展的潜力明显大于黑棋 白棋将来往这一走 或者搬一下就简单搬了一压 白棋明显比黑棋的视力要更高一点 更广一点 所以即使白棋这个挂进去 黑棋这个模样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黑棋幕外的位置不一定有小木号 或者这个小木号 所以其实大雪崩白棋也并不是太害怕 然而我们现在用阿法狗的一个思路来解读 黑棋很有可能会打吃一招 打吃一虎 这是认为 阿法狗认为这是局部黑棋最佳的定性 这样下的话 白棋已经亏了 但我们可以跟这个图来对比一下 实战黑棋一虎 区别在于黑棋这个更重视模样 因为白棋的头要软一些 将来黑棋飞了可以靠下去 甚至是压过去对扩张模样也很有利 而这个图黑棋的实地要好一些 但我们刚才就强调子和子之间要有联系 黑棋走这个木外的话 肯定是强调下边的一个发展 更注重视力的一个发展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 实战这样的结果对黑棋更为有利一些 但富利在这里也是考虑到简明的一个策略吧 它避免了黑棋布局的一些套路 如果黑棋也有可能会打吃了拆这个 也完全有可能会这么下 当然如果用现在的角度看 白棋还可以值得推荐的是这部利 这也是阿发果实战中经常常见到的一个 黑棋长 白棋爬两下 这个定式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向棋友们推荐 尤其是喜欢实地的棋友 我觉得白棋这个下法是可以考虑的 随后一加 黑棋这起如果拖先不走的话 将来白棋吃掉这个子还十分大 黑棋这五个子不能看成是后势 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攻击的目标 当然黑棋这冲下一定要是真子有力 但这个真子有力的可能性非常大 毕竟有这么多子 白棋加 白棋走 白棋长 这会形成一个定式 白棋走这个 黑棋这个拆药脂肪可以看成黑棋的 白棋补一个 随后这棋其实是白棋的速度还比较快的 黑棋速度比较 黑棋这九个子你说一木棋都没有 其实是一木棋都没有 但这将来这手管的价值很大 虽然是后手 但以后有各种 比如说黑棋有这样的一个搜刮 管过 这黑棋有半个眼 随后白棋只能走这个 黑棋这力还是先手 白棋来跳 可以看成这样 同样黑棋这部小剑也是先手 小剑如果不走的话 就被黑棋给点死了 所以这一代的一个下凡 黑棋这里先手 力也先手 小剑也先手 斑也是先手 也可以从点这边收 所以黑棋对边上的辐射还是非常大的 将来白棋走 也只能小飞一个 黑棋挂一个的话 白棋打如果可能性不大 因为这里黑棋 这里都是先手 所以这种拐的价值还是很大 同样如果白棋走的话 白棋可以飞出 请不要跳 跳的话被黑棋断一下 很难受 白棋只能吃这个了 吃这个的话 黑棋 力 冲 黑棋可以断 有吃脚的手段 白棋这个就不像话了 这个紫被蒸了 那这个出头就没有意义 沾这个 再扳 白棋团 黑棋沾 这收起基本上必然 随后黑棋有 一二三四棋 白棋只有三棋 黑棋快棋 把白棋脚给杀了 关键这个次序 让白棋很头疼 先断 适应的时候是好棋 所以一般在这个局面下 白棋出头是飞 飞完以后 我个人认为这块黑棋 孤棋的可能性 比后市的可能性要大很多 将来白棋走两个的话 这棋黑棋还是很孤单的 所以这种飞的价值也非常大 从整体来讲 阿法国非常推荐这个下法 而现在渐渐得到人类的一个认可 尤其作为白棋一方 这么下 完全是可以考虑 尤其 更何况 有些棋友师特别喜欢实地的话 我觉得这个定时又简明 又实地 不像大雪崩 大家有的棋友觉得比较复杂 比较搞不清 这个几乎是没有变化的 白棋只需要爬几下 但一定要是爬到这一下为止 如果先走的话 黑棋这个拐是先手 这个白棋有些痛苦 一定要爬到黑棋拐后手为止 否则拐的价值太大 黑棋不走的话 白棋也可以暂时不走 该走哪走哪 等到将来请记住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厂就可以了 应该说这个定时还是很简明的 实战白棋粘 在这一代白棋就要开始考虑了 这棋怎么下 现在焦点无异在于下边和右下的一个攻防 如果白棋直接往这走的话 那很容易落入黑棋的一个布局的套路吧 布局准备 所谓黑棋飞压 这是最简单的 白棋走这样 黑棋长 所有黑棋几乎脑筋都不用动 就一顿压 这个配合其实相当的 将来这里也可以 黑棋甚至这飞也可以 压也可以 这黑棋这个模样一下子就起来了 如果这样的话 至少就落入到黑棋准备的一个布局的套路里面 黑棋至少是想这么下的 而作为比赛吧 或者是一些重要比赛 在对局中我们尽可能要避免对方的一个 就是一个不准备的一个布局 对方理想图你如果都下到别人的理想图之外 那这棋就很难赢对手了 所以如果单纯的小飞挂的话 被黑棋走这个的话 感觉这棋黑棋更为生动一点 这肯定不如这样 这可能也是黑棋的一个布局的一个构思吧 所以复利这里下的经验很丰富 走这个 他下成一种均衡感 因为他棋是非常均衡 喜欢在那个 就是进入这种细棋局面下 他会发挥他关子的优势 他关子收关能力确实非常强 所以他先走这个 看一下黑棋走哪 黑棋现在按照常规最容易想到的是这个 其实我觉得这首棋也未尝不可 白棋走这个 黑棋接下来有两种 一种是注重实地的走这力 白棋跳 请注意黑棋这要盯一下 不盯的话 黑棋如果单飞的话被白棋一靠 这个整形很舒服 白棋 如果走这个的话 这个头就是软的 白棋一跳 基本上就控制了中央 如果黑棋立的话 这被便宜的 将来一挡很舒服 在如果黑棋还要拖鞋的话 白棋甚至这里断也可以 或者是小肩 局部黑棋脚上就已经没有木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骑形 大家可以记一下 这个骑形 这个钉是一个琴的要点 白棋粘 黑棋是拐 四小时大的一手 看上去不大 但将来被白棋一挡的话 白棋不但有根 而且黑棋脚上像这种手法都很恶心 点了黑棋只能粘 如果走这就被度过了 然后白棋在这一飞 黑棋太酷了 这手挡的价值非常大 所以黑棋一般管 白棋跳 这显成一个最简单的定式 安卓现在围棋的理论 大家肯定是觉得 从局部的角度讲 肯定是黑棋不错 因为黑棋得了十几目的地 白棋看上去目都没有 但实战复利 可能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是全局的一个角度 白棋这个铁头 对黑棋下边的模样 有一个非常大的限制 像黑棋这里实地肯定损了 而白棋这里得到一个均衡 也能实现赛前想 可能准备的一种 像细棋格局发展 作为白棋 有贴木优势的一方的话 下成这样的细棋 肯定是能满意的 只要黑棋没有大的模样 作为白棋来讲 尤其现在是 七木板这种大贴木来说 肯定是白棋 比较喜欢的 我觉得黑棋可以考虑 是这不贴 虽然说从实地上 比刚才那个要差一点 但白棋如果拆的话 黑棋可以考虑飞棋 这个结构其实也是不错的 将来黑棋逼都是先手 而且这下面 白棋恐怕得进来 如果不进来的话 黑棋站在这围一个 这个紫销还是非常高 所以我觉得这个图 其实黑棋也是可以考虑的 实际上黑棋选的一个图 有些匪夷所思 是走这个 这反正我是 这盘棋当时 其实我是看直播的 看直播的时候 我就非常惊讶 这棋还能这么下 其实也是 红青泉的棋 其实还是非常灵活的 思路还是非常活跃的 他走这个 这至少我是第一次见 然后我觉得白棋 其实在小街的话 黑棋这棋也很不怎么样 因为本身白棋挂的话 黑棋不可能走 不可能往这走 肯定是要扩张模样 黑棋往这走的方向 已经错了 白棋一小街 黑棋小飞 白棋就算最简单 但按照定式走 顶了一例 这黑棋下面结构 真的我觉得 没有什么特别自豪的 下面补肯定不太是棋 因为这里都是漏风的 补本身没多少木树 但如果张得大的话 白棋将来进来 随便进来 白棋可能先走外边吧 将来再在这一带进来的话 黑棋也很难攻 比如说黑棋 这第一杆只能正 白棋就两边一飞 我感觉就 两边一飞 感觉就已经安定了 但富力可能是觉得 这对手的这样子 又走幕外 又高挂 形成一道后势 这个思路 构思肯定是想 往大模样的方向发展 所以他也就 将其救济吧 就也是 飞压 就是不让对方 走成大模样 也破坏对方的意图 所以简单的几招棋 大家可以看出 双方其实是斗智斗勇 都不想落入 对方布局的一个构思中 但回过头来看 我个人觉得 黑棋这棋 可以考虑这一手的 非常见下法 以来扩张这个模样 白棋搬 黑棋又长 白棋不能小接 小接的话 黑棋断的太严厉 白棋吃这个的话 一般来说 别人断上 你只能从下面打的话 就已经屈服了 肯定是亏的 这当然这是一般情况 但这个时候 肯定是属于一般情况 这是正常情况 白棋打直 黑棋红 白棋贴的时候 黑棋有一手是 关键的手是 这部小尖 这是骑行的要点 白棋如果走这个的话 这脚上杀骑 已经杀不过了 有一定骑力的骑手 肯定都知道 不管白棋搬也好 还是打吃也好 黑棋只要同样采用一招 什么大头鬼 就断一个 打吃 黑棋立 这白棋就已经崩溃了 吃的话肯定慢一气 那白棋肩不行的话 只能长 长黑棋可以爬这个 随后白棋 如果继续要追求实地 搬这个的话 黑棋肯定断 打吃的话 依然用哪一招 依然用这一招 小尖 这白棋依然不行 白棋只能打吃这个 黑棋长 其实这个构思 我觉得黑棋 至少贯彻了这个意图 白棋立的话 黑棋还可以断一下 这一下很难受 白棋如果沾的话 黑棋就把这个拐了 价值很大 如果吃的话已经便宜 黑棋打吃先手 已经便宜了 所以这一代的攻防 黑棋其实可以考虑 采用点非常的下反 另外白棋还可以选择 定式是往这一飞 黑棋其实 往这一 就把这个33超了 价值非常大 其实这样一个结构 黑棋是可以 比较理想的 所以在这个局面下 我觉得这个靠 可能比这个一间家 要好一点 当然实际上 这个一间家没有见过 这个飞我更没有见过 这基本上已经行录到 一个双方都不会的 双方都是第一次下 双方都搞不清 怎么回事的一个局面吧 黑棋是冲断的话 那肯定是有点过分了 这个战斗白棋 没有任何怕的道理 实战黑棋就变成转时地 下的非常有意思 这一弹 随后黑棋飞这个 我个人觉得 下车这样的话 应该是白棋比较理想 为什么呢 因为本身我们刚才在讲 黑棋走这个的话 白棋肯定是不敢 只能是长 对吧 这棋肯定是不敢飞到这 飞到这 黑棋肯定要跟你拼了 然后黑棋实际上 爬屈服肯定过缓 屈服完了还是敢搬出 但一直没有搬出 被白棋头抢到前面 随后再黑棋逼这个的话 白棋再自补 这白棋 作为白棋来讲都很正常 而黑棋来说 这里几下未免过于软弱 这肯定应该反击 然后都没有走到 让白棋 没有惩罚白棋的过分之手 那下成这样的话 总的来说 白棋应该还可以 黑棋搬粘 这个要紧 这个被白棋搬粘 就木树厚薄差的太多了 黑棋搬粘 我们可以发现 跟那个往下一路的话 跟一个点三三定式差不多 这样的话 其实阿发狗出来 阿发狗的招法是这个不搬粘 搬粘完肯定是白棋便宜 然后这里黑棋还多爬了一下 对吧 关键白棋这还省了一手 白棋是粘了一个 这个肯定不如虎 但黑棋马上放上去 这两手交换 总的来说还是黑棋亏了 但黑棋这里 现在有八九十一木齐 黑棋自豪的是什么 就是往上移了一路 现在变成一二三四十六十七 十七木齐 多了五六木齐 但在白棋来说 白棋这省了 但它也有半手 其不到一点的样子 综合下来 我是感觉白棋还可以 尤其作为白棋这个铁头挺出以后 对这个黑棋的势力有所限制 所以综合下来 我认为这个白棋 黑棋的这一手新手不太成功 而白棋这个飞有它的思想性 从这个右下和左下这一个斗法 我觉得腹力已经胜出了一招 长 这也是型的要点 如果黑棋往这走 被白棋虎过的话 那这个时候黑棋形势 就是很难下得起 我们经常会有一句话说 下不动了 就下不动的意思就是 你实地啊 其实差的并不是太大 但就是不好追 这种其实别人白棋要木有木 要厚有厚 而且这个局面相对来说简单 就很难追赶 黑棋长 黑棋长完以后 白棋这个要拐 这拐因为本身的价值就非常大 黑棋走这个 将来白棋有搬了连搬这个收关的手段 这其实黑棋就没有多少木棋 也就十来木棋 白棋走这个 再压 这两下就特别舒服 应该说下到这个的时候 应该白棋还是相当满意的 随后一手棋 我觉得是本局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部棋 大家可以考虑想一想 在这之前 我觉得我们可以介绍一下 韩国的洪青拳这名棋手 应该说洪青拳是一名韩国 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一名棋手 他其实跟我年龄相仿 也当时在韩国 他和何成凤 李康旭 跟徐九辉 并称为韩国业余四大天王 分别拿了二十多次业余冠军 其实最精彩的一个一幕 我觉得他也经常来中国下棋 跟我们下了很多的棋 他的棋的精彩之处在于非常具有想象力 而跟一般的现在的韩国业余棋手 因为现在韩国业余棋手都是院生毕业 他们当然也从院生毕业 但他们的棋思想性比现在棋要更强一点 现在的韩国那些业余棋手的后半盘非常强 几乎零失误 但前半盘就下得非常稳 而洪青拳的棋就非常有思想性 他经常会采用一些大模样作战 各种各样的一些 非常令别人猜不到的一些招数 所以在韩国也有 在业余棋界 韩国业余棋有很高的地位 他这盘棋棋对他人生也是非常关键的一句 他如果赢了的话 在当时的韩国业余制度 他马上就可以成为职业棋手 而在韩国和中国有一点区别 韩国的业余棋手都非常非常想成为职业棋手 随后他洪青拳这盘输给福利以后 他就马上东渡日本 去了日本 然后在日本的关系企业也成为了职业棋手 而现在发展更为强大 他现在已经是在建在 日本建立了洪青拳道场 培养了很多很多年轻的小朋友 日本棋手 现在在洪道场已经和绿星学员 并称为日本最有名的两大道场 应该说也是非常厉害吧 不仅是旗下的好事业做得很成功 这盘棋应该说和福利的也是一群遭遇战吧 他们之前也并没有过对局 双方棋风是迥然不同 然后谁能把谁克制住 然后这个棋对这盘棋的走向至关重要 好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实战 我们刚才解说就在这个局面下 白棋怎么下 我当时我就是我在看这盘棋直播的时候 我看到下面一首的时候 我是有些惊呆了 然后是白棋走了 白棋走了这个奥路跳 这部棋如果用常见的角度讲 我们觉得这是匪夷所思的 因为在这个局面下 外面的大场比比皆是 为什么要走这部奥路跳呢 赛后我问那个福利 福利就回答我四个字 直辞一首 因为他认为这个是最最关键的极锁 而我后面又把这个问题 当时我印象很深刻 我就说这部跳什么意思 我又问了李戴春 李戴春也认为这部跳是必然的一首 可见当时我的实力在02年的时候 我还无法理解这部棋 在02年的时候 我看我觉得我的实力 跟他们俩还是有差距 而以现在的角度讲 我慢慢可以理会这 理解这部棋的含义了 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 白棋如果不跳 给黑棋加的话 那我们看这块对白棋的判断 我们估计这个只能判断为估计 加拿黑棋点 这都是黑棋的先手权利 黑棋加之前甚至可以先刺掉 这块白棋尽管长这么大一根棍子 但没有具体 没有肯定的木树 更没有眼位 加拿若再被黑棋走一个 这棋会非常非常苦 而一旦白棋走了这个以后 白棋其实就有根了 而黑棋这两颗子就要飘在外边 这一首棋尽管本身的木树不大 但在厚薄尤其是在强弱的一个转换 至关重要 这首棋我觉得下得非常的好 其实我也觉得是本局最最闪光的一首棋 看上去就非常小匪夷所思 但实际上四小十大 这部棋也是我当时看这盘棋 印象最深刻的一首 随后棋这个局面 实战黑棋点 我们可以先看实战 黑棋点 白棋就很灵活的往这一飞 轻松化解公式 那么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对比 其实这样的话 白棋就等于是在这拆了一首 这里都没走 白棋拆了一首 这个拆无疑肯定是拆得过大了 但实际上这部黑棋点肯定也是 或者我们可以看成先这样 白棋就在这个时候拆了一下 黑棋网车场肯定 这两个时候交换 黑棋没有任何便宜的地方 对吧 这两首交换 可能因为本身我有加下去 白棋本身这个棋本手是虎 这样的话 其实这两首交换 应该说是白棋还可以 随后这两首交换 明显是白棋便宜了 那黑棋不得不多花一首 因此从整体来看 我觉得这棋白棋非常生动 像这个时候 一切的一切都是白棋这部跳的功劳 当然这时我觉得 在这个局面下 黑棋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计算 就黑棋这部跳成不成立 如果成立的话 白棋这首跳就非常苍板 为什么呢 白棋如果只能这里不敢冲断的话 只能爬的话 那这棋就太遗憾了 黑棋可以冲 长 你知道先手爬出一个眼 得爬四下 那这个这棋就没法看了 爬完四个眼只有一个眼而已 这个就太遗憾了 关键的关键就要计算 这个冲断成不成立 就冲断以后战斗对谁有利 作为黑棋来讲 黑棋这个冲是必然的 所以打吃 这也没什么好保留的 所以下一手黑棋这棋 如果往这跳的话 被白棋这一搬 那这黑棋完全就不对了 这两个字肯定不能被吃 不能被吃的话只能管 真的话这个爬二路 毫无希望可言 有得爬了 爬完以后 黑棋也不能把白棋这块棋给吃了 那这里的损失太大 没有办法作为弥补 最主要的一个计算 就是说计算黑棋跳这个以后 白棋能不能把这个四个给拿住 如果简单跳的话 似乎有点危险 黑棋走这个 注意黑棋不能飞 飞的话白棋就跨一个的好手 这一挤 这个黑棋完了 但黑棋这棋单走这个 让白棋有些头疼 白棋尖的话 黑棋正好一小街 让他走这个 就继续可以跑 这个白棋要靠这个再照住黑棋 还是有相当的风险 所以这里就拼计算了 当然这其实白棋 我认为白棋有这不靠的好戍 怎么说呢 黑棋如果打吃 那基本上就把这四个给卖了 这白棋通过牺牲这个字 把这个四个给停下 应该说收获还是很明显 那黑棋如果退呢 忍耐不上当 那白棋可以搬这个 这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 双方直线的一个计算 随后黑棋就比较头疼了 如果没有这两手交换的话 黑棋可以有转换的可能性 就比如打吃 压 再压 打吃 这黑棋 黑棋争子有力 白棋 因为这个子帮不上忙 那单白棋可以先压这个 黑棋走完以后一搬 这局部靠针子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那只能靠这里来逃脱 打吃 一走 黑棋如果贴的话 那这白棋一断的话 那这个子腥味是白棋的话 针子就包上忙了 黑棋针子不利 黑棋只能断 黑棋只能粘 不断 然后断这个 形成个结针 但这个奇处无结 被白棋全转 这黑棋瞬间崩溃 可能也是 这个计算其实 有一定的变化性 但应该是作为 像洪青拳 富丽这样的高水平骑手来说 应该说是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我相信富丽在这步跳的时候 应该已经计算清楚 这里的一段变化 就一定要计算清楚 黑棋这步跳 不成立 如果跳成立的话 白棋这时候跳就毫无作用 但现在他就肯定计算清楚 白棋这个冲断 严厉性非常可以期待 所以这一代的计算 双方还是很精确 所以黑棋现在这点一个适应手 多少起到一个援兵的作用 而富丽显然也识破对手的意图 把这个轻松一飞 在这一代我觉得白棋已经奠定了一定的优势 究其原因 我觉得还是这步加 我觉得还是多多少少有些不合适 在这个局面下并不是最好下方 我推荐还是靠或者飞 冲 白棋跳 实际上黑棋再震 这个如果黑棋往这一代逼的话 白棋一跳 这块实地相当的可观 将来白棋走的话就压过来 一边削黑棋的模样 一边扩张自己的 而黑棋如果要扩张模样 白棋只是要跟着走就好 这一块空 其实点点也快25木棋了 作为黑棋来说肯定不能接受 所以震 但这棋白棋很好下了 那就是一飞 一边攻击 一边限制黑棋的模样 也做活自己 尖顶 再一跳 反正下到这样的时候 感觉白棋非常的好掉 接下来黑棋毫无疑问 肯定是要处理这一块棋 这一块如果没法处理的话 这棋就没法看了 先跑 所以我白棋就悠悠然一拆 抢到最上面的大厂 这一带现在我们可以判断一下 这块黑棋点成15木 肯定是已经是不少了 这里白棋搬了一户 123 13木 28 然后这块点个10木 38全是40木不到一点 白棋这一块13木 然后这里7木棋没有问题 20木 黑棋比白棋多了 大概20木棋左右 而白棋有这两手子 而且黑棋中央也不厚 中央会成为攻击的对象 所以我认为 像是这样的话 应该是白棋形势不错的一盘棋 当然如果精英球精的角度 我觉得白棋可以考虑高位 因为黑棋实战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白棋尴尬 走完这个 白棋反而觉得 这上面有点不太会走 实际上白棋补了一个以后 黑棋马上点33 如果跟这样的构造 或是会好不少 另外我认为白棋这手 这有多多少少 有一些缓 可能 白棋成 也挺好 上面黑棋如果挂脚的话 白棋就尖点 就转实地 这样子白棋好像 优势更为明显一点 实际上白棋跳 黑棋就显示强烈的胜负感 一定要先把实地差距 不让对方拉开 如果在这个局面下 一旦实地差距也被白棋拉开的话 这次就瞬间不好下了 白棋倒 先把这个脚活了 因为现在左边的价值并不大 左边 白棋是个铁头 而且黑棋有个飞的字 将来这黑棋随时可以靠一下 左边的发展潜力 对双方来说都是很没意思的 对于黑棋来说 下边是漏风的 对于白棋来说 这都已经被黑棋两个子限制住了 左边 左上的一个角的价值 明显大于边的价值 在这个局部 可能对一些初学棋 我们在这里要多加一局 这个角 局部黑棋是不活的 因为白棋有点的一个下方 黑棋挡 白棋爬 局部是不活 但现在白棋周围不厚 黑棋有顶了挖的手段 白棋不能吃这个 吃这个的话 后面三个子已经见不归了 被黑棋尝出的话 一打吃就行 白棋只能打吃这个 黑棋沾 白棋沾 黑棋冲出 轻松地突破了白棋的包围圈 但同样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 白棋这种虎是随时是先手 因为如果再不走的话 被黑棋 被白棋一点 黑棋要死 但实际上白棋先保留 因为这两个子 这个子 走完以后 被黑棋一顶着步以后 对这里的木树有所损失 这里已经是几乎是白棋 已经确定的实地 而这个 是不是实地还很难说 关键有的时候 我这里白棋可能还需要一些别的先手 比如说高的 或者走在外面的先手 所以他选择先保留 因为真子在这个时候 是对白棋有利的 而且这个子没有特别的引真 下到这个时候 我们要重新判断一下形式 因为黑棋的木树上 其实已经领先了 我们刚才说 这前面这三个角就三二八木 然后现在再加上角 已经快要四十三木的一样子 而白棋来说 只有这个二十 再加上这上面十木 三十木 当前局面最大的几个 有几个选择 第一个白棋可以压过来 一边限制黑棋的模样 一边远远瞄着 这攻击这黑棋四个子 另外一个好点 是务实的一个 就把这个 这个的价值也是超级大 福利的棋 更具有 我们刚才多次介绍 是非常均衡的 他更愿意把这个棋 下得比你稍微厚一点 木树比你稍微多一点 也不希望过于倾斜 比如说我实地被你拉开二十木 但我可以吃你大龙 他并不喜欢这样的局面 实际上他选择了 飞了一飞 这也是全盘价值最大的 木树最大的一个地方 而作为黑棋来讲 白棋抢这个大场 黑棋肯定要把这个 在中央这一带 要想想一些办法 要尽可能抢到这一手 黑棋先靠 开定型 黑棋先手包扎一下 把自己下后 这都是黑棋的先手权利 黑棋先手把自己 眼形走出来 后把这一飞 其实这手棋的价值 也是非常非常大 选择这两个 我觉得都没毛病 但主要就是看 个人的棋风不同 在现在这个局面下 由于黑棋 大家就开始可以比空了 这十三 由于飞到这一个 十三木棋 这里有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五 二十五 二十五三十八 这两木棋没问题 四十 这里由于走完以后 这十木要少一点 全局黑棋 可能应该要五十五木弱 白棋十二木 十三十七十八 二八十三十三四 白棋如果确定 如果点到这么年的话 只有三十五木左右的实地 现在棋木数要差了 将近二十木棋 那白棋如何挽回 这二十木 二十木的差距呢 首先这个爬的价值 十五木左右 另外这块黑棋 多多少少还没有安定 而白棋虎有先手 这里也有扩张 应该说是白棋 还是优势的局面 但你如果这棋下得不好的话 很有可能就你实地干不够 我们可以来想一下 这需要一个大的构思了 我们想一想 这棋可以从哪里走 实战 白棋这步跳 刚看到这步棋的时候 我有些意外 我是觉得这棋 白棋活棋没问题啊 那为什么往这走呢 毕竟给黑棋 拿了一个十五木的一手 黑棋肯定想都不想 十五木的一手 然后随后几步棋 我们就可以看到 富丽的一个构思 飞出 它要扩张模样 又要攻击这块黑棋 又要扩张这个模样 这两步棋 我觉得是打开了 这盘棋的胜利之门 因为有了这两手棋的交换以后 白棋的模样一下子起来了 而它不是往这里边边角角走 走的话 黑棋就往这里走 上面的模样就烟消云散了 飞 在这个局面下 黑棋如果继续跟着硬的话 白棋再走一个 这期我感觉黑棋快安乐死了 黑棋开始拼了 胜负感极强的碰 白棋扳 这黑棋在拖 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搅了 可见这个韩国棋手 红金拳的摄负感 白棋先走 他是担心黑棋真的给你就全活出来 然后搬这个 其实这个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也在长 黑棋就随时在这一搬 这如果能轻松活一块的话 白棋这棋也很苍白 你扩张两手棋被对手轻松活出 实际上福利这里忍一下 他觉得这点木树给你 这稍微便宜一点 无所谓 然后走了两手以后 红金拳觉得这两手棋 留下了很多头绪 先站住自己脚跟 如果这棋不走的话 白棋往这一飞 黑棋这棋很难活 活的话 这被压过来 这木树这损失太大 他先把自己下后 先冲 确保顶先手再一跳 先把自己按定 但我个人觉得 这次还是稍微缓了一点 还是想往中间先走两手 比如先往这走一个 白棋如果再走的话 我先再活 先把你模样也要笑一下 这个模样 这里的木树其实非常大的 好了 红金拳实战的这个选择 我觉得有败招之鞋 这个过于对上面这个手段 过于重视 其实白棋一跳以后 这中间的木树一下子起来了 黑棋尖冲 这是在像赶死队一样杀路 就白棋很冷静 先虎补 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棋这样一断 那这棋就有点乱了 真子不利 你这里很难处理 如果不处理的话 这给黑这么吃掉 还是相当大的 所以白棋先把这先手走掉 其实我觉得黑棋 有可能就这么想的 走完以后 我多了这个顶 我要在你上面搅一搅 然后这盘棋 我们刚才也讲到 黑棋的这步跳 包括这步尖冲 多多少少过于重视上面的一些手段 黑棋一断的时候 看上去很头疼 对方要来搅我了 但实际上我们可以来学习一下复利的一个构思 白棋就冷静一长 黑棋走 断 这种棋确实在实战时 尤其一些关键比赛 看到对手这么来搅 确实挺头疼的 然后我们来欣赏一下白棋的走法 白棋就一爬 初看这下白棋打烧了 但实际上就是白棋够丝 一力 再一吃 初看这两个字不是被吃了吗 难道你要这么杀我 这么杀的话 这风险太大 黑棋往这一挺 这棋要杀这外面这个包围圈远远不够厚实 然后我们实战 弗利就特别轻描淡写的一打吃 黑棋一提 白棋一长 黑棋只得做活 所以白棋把这一跳 我们来看一下上边得势 其实上面有了这部顶以后 其实白棋 黑棋破掉白棋目鼠 如果跟退相比 也就二十多目棋 然后黑棋自己增加了五目 二十目多目棋都不到 可是十五加五二十目 而白棋本身的墓 现在还有三四目棋 从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黑棋破掉白棋目鼠 也在二十目不到一点 而白棋通过走了一二三 矿前黑棋还损一手 这里围出的目鼠 远远不止二十目 矿前还限制住了黑棋的一个模样 从这个局部的得势来看 那个黑棋十分严重 多多少少 究其远云 多多少少还过于对这个手段 过于重视 失去了大局 而在这个局部的一个攻防中 显然福利在那个大局的控制上 更胜一筹 完全是大局至胜 这里你要来搅我 我就让你搅 就让你破掉点目鼠 但我在外面这一手棋的价值 跟上面的价值完全差不多 而你这里都成了百损的 从这个综合局来看 这个白棋可以说 一直在这里奠定了盛势 而黑棋的那个就是 就是战略失策的一个地方吧 我觉得还是对上面的目鼠过于重视 而对中央的目鼠所忽视 如果在这个时候先掉一个 或者在这个不损 我觉得这个最主要还是要掉一个 这个不损眼睛挺难下了 所以综合来说 还是亏损很明显 而下到这个时候 我觉得洪青拳后面的招法 多多少少有些情绪急躁 完全就开始出一种脚的状态 白棋实在是往这走 走得还很积极 瞄着冲 黑棋靠 先把自己毛病补了 其实大白棋这一拐以后 这个几乎就是铜墙铁壁了 黑棋只要破不掉白棋的目鼠 这棋肯定完了 按照正常走的话 黑棋只能力 这力的价值也很大 所以我再在这包扎一下 大致应该是这样定型的 但我们可以来判断一下目鼠 白棋有10 11和13 23 2425 32 334 343 445 46 47 48 95 15 52 626 白棋65目鼠 这假计白可以虎一下 黑棋5 6 7 8 9 10 11 12 21 333 35 4 5 7 8 9 5 10 60 6 612 23 这棋的话 按照这个来看 绝对是天不出目 因为白棋这个冲了 还要一般的收速 这棋黑棋贴目 绝对是困难的 应该说就会这个棋应该是盘面胜负 正常收的话是盘面胜负 但实战黑棋就开始拼了 他要想这里再便宜你一下 他希望你能粘的时候我再立 实战复利毫不熟了一打吃 这一打吃以后木鼠瞬间差距就拉开了 这一辈收了一个这个 你如果里面没齿的话就完全不行了 实战黑棋就继续搅 拼命的制造头绪 但实际上毫无疑问 这里肯定是越损越多 再依靠 希望富利能够退浪 有优势意识下可以退浪 能修成这样 黑棋再把这个粘回 这可能还好一点 但实际上 富利的计算是完全没有问题 非常强 优势下毫不熟了 把这个也收了进去 从这个结果来看 多多少少黑棋从中盘开始以后 多少有些侥幸和孤注一致的成分 像从这里黑棋补了 等你唯一个我再来缴你 这个其实是非常孤注一致的一个败战机吧 如果觉得形势不错 或者对局面有自信 绝对不会这么下 而黑棋这里也有一些侥幸心理 希望你退浪 但实际上对于这样级别的两位骑手来说 这里的计算并不难 实际富利还特别黑 其实白棋这个收的话 黑棋已经不够了 黑棋在这前面先打了一下 又怕以后走不着 实际富利还往他的空里抓 这个直接是往心脏捅刀子 黑棋就没有任何收幕的可能性了 天 白棋跳 又是齐形 下得非常的狠 实际富利在这时收兵了 断 这气明显不够 黑棋顶 这其实下到这个时候的黑棋 只能是寄 寄希望白棋出问题 寄算出 但其实白棋一打吃以后 黑棋这里最多就三棋 无论如何尝不出四棋 因为太厚了白棋 黑棋打吃 这时的时候 刷法实地差距就越来越大 其实白棋往这走也就足够了 这也就赢不少了 只让富利继续追扎 跳 在看清楚的情况下 富利真是毫不稍软 这基本上都是必然的 请注意这时白棋千万不要跳这个 跳这个就悲剧了 黑棋一挖 一打吃 打吃 斩上 这样的话 这个可能当年的世界冠军 世界业务园表赛冠军就要易住了 像这样一个低级错误的话 这个损失就实在太大太大了 这样的话 黑棋三棋白棋只有两棋 所以 白棋跳这个是好手 黑棋只能冲断 冲断完白棋还是四棋 实际上黑棋接下来下法 有些自暴自弃了 贴 它可能是想便宜一点 但实际上这个白棋提这个确实有点没人性了 还要在收刮里先顺你硬手 黑棋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棋一段还是快棋 其实黑棋这里都没有长气 如果往这走去的话 白棋就把这冲死就可以 实际上黑棋先把这个沾上白棋一段 成为了快两次的对杀 这多少黑棋有些惨不忍睹 实际上黑棋想一想没办法再补回去 就走了半天变成后手死 白棋一虎 这时候黑棋我估计下法已经是有些调整心情了 往这一挤 这个纯属是 就是完全是拼命的下法了 莫名其妙一块大龙又成为一个打结 黑棋在虎了一下 我这之前有个交换 再虎了一下 这时候白棋只要跟着下 别犯错误就行 走 结果说黑棋现在死棋很多 死棋结才多 但这个结白棋白来的 白棋在一般 黑棋打尺 这个黑棋我从看得出来 这是黑棋的心情应该是很痛苦的 打尺 黑棋 挤了一下 黑棋吃了一下 打尺 实际上白棋很简单 做一个连环节 其实往这走也出奇 往这走贴了一贴 局部也是个打结 局部也是个打结 但这时肯定 因为从对决心态来讲 弗里肯定觉得 这一代便宜的不能再便宜了 本来是小胜 可能本来也赢了一点 就排便胜负的 起这里弄完以后 我觉得至少便宜了20目 这个结又是白来的 所以他就下得很简单 白一走黑棋提 白棋提 所以这拐过的时候已经是完全的大胜了 应该说这棋在走 说法走成这样的时候 那个洪秦权决定不再坚持 所以投资认付 应该说中关整盘棋吧 洪秦权基本上在布局的时候 还展现他的一些构思 构思非常灵活 非常巧妙的一个特点 但弗里利用他对局面的一个理解 对那个骑行的一个敏锐吧 尤其那一部二路跳 化解了黑棋的公司以后 渐渐掌握了局面的主动权 洪秦权的这盘棋的后半盘 我觉得多多少少有些失常 可能是太想拿这个世界一位锦标赛冠军了 招法过于固住一致 过于存在侥幸 而弗里则表现的这盘棋堪称完美 我认为是弗里的一盘代表作 不仅是比赛重要性 而且发挥程度 他的大局观给大家留下了一个 非常深刻的印象吧 其实弗里利应该说是一个 非常有传奇色彩骑手 他当时到海南的时候 海南根本没有围棋 或者说很少很少有人下围棋 而现在海南的不仅是全国的一些赛事 甚至围棋活动都看着非常丰富多彩 而弗里利本身在他的围棋之路上 也充满了坎坷 他曾经在四年里面 夺了三次碗报杯的亚军 前两次都在决赛中输给李戴春 而最后一次又输给了 那个现在已经成为大国手的周瑞阳 你应该说 这个从这段经历来讲都非常坎坷 但是他在这个世界约锦标赛 这么关键 其实却有这么好的一个发挥 从大局的掌控 从大局观 完全这盘棋 只能用碾压对手来形容 但洪青泉这盘棋 确实发挥了有些失潮吧 孤注一致 总体来说 这盘棋还是非常精彩 也是值得大家来借鉴学习的一盘棋 弗里 尤其是弗里的大局观 值得大家细细品味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这次的栏目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